欢迎你收看今天的炮新闻 随着我国的食用油根据市场价格自由浮动以后 一个非政府组织今天揭露市场上原本采购回锅油用来制造生物材油原料的集团 基于食用油价格高涨将回锅油混合食用油当成全新的食用油出售 成立五年的消费保障及公益推广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 我国市场上确实有不法集团收购回锅油制造成食用油牟利 这会危害人民的健康 根据该局掌握的情况 本地一些食用油生产商也勾结非法集团 将回锅油再循环使用包装成一公斤的政府津贴食用油再推出市场 sindiket ini yang berluasa membeli minyak masak terpakai diproses dan dijual semula terutamanya dalam pentuk paket sebagai minyak masak selalunya mereka ambil minyak ni di mana-mana restaurant ke atau di mana-mana sahaja lah tempat dia ada juga yang menyediakan tong atau peti simpanan untuk untuk recycle minyak yang sebelum ni yang saya tahu minyak ni untuk recycle untuk untuk biodecer tetapi mereka salah gunakan dia untuk minyak masak kan 消费保障及工艺推广局副总会长李南生博士担心 随着食用油价格高涨 不法集团收购回锅油再转为食用油的活动将变得更为猖獗 该局促请贸销布置法人员彻查生产一公斤装津贴食用油的厂家 是否由食用回锅油混合食用油生产一公斤装津贴食用油 炮新闻 冯鲜花报道 击打双溪大年一家公司ECN World Marketing 今年4月21日 在双溪大年EconoJaya超市 不合理的将一款LUX沐浴乳600毫升补充装的零售价 从7令吉90仙调高到9令吉40仙 触犯2011年 价格控制及反暴力法令14之1条文 今天在亚罗市打第二地方法庭 被判罪名成立 罚款15000令吉 如果无法偿还罚款 商家必须监禁三个月取代 这是吉打州第一宗触犯2011年价格控制及反暴力法令 而被提控的商家 冰城今天清晨再次发生闪电水灾 冰岛多地积水 由于今天是第一天的SBM考试 部分考生必须重坐船只到学校应考 冰城近来频频发生闪电水灾 相隔一个星期以后 今天凌晨连夜下起大雨 再次导致冰岛多个地区发生闪电水灾 在甘子园 闪电水灾导致当地阿都拉文基中学校门口无法通车 唯一能够出入的就是船只了 民房局和消整局派遣了两只船只前往协助参加SPM会考的中学生 二十多名学生轮流乘坐船只进入校园 已参与今早的第一张SPM试卷 看来今年的SPM考试对于阿都拉文基中学的考生会是毕生难忘 另一方面许多低洼地区已经被高涨的水平入侵家园 水平在今早甚至已经涨至1.2米高 马路上几乎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通行 居民都乘坐船只进出 眼看居民手上一人拿着一只船桨划船 而其他稍微没有那么严重的地区 还勉强可以看到一些车辆 摩托和居民推着脚车走在水中 受影响的居民一大早便开始忙着把家里的物品叠高 等水势稍微退去后再收拾残局 一些车子受困水中 车主只能尽快清理 希望车子进水后还能够发动 阴城连夜大雨除了引发闪电水灾还引发土崩 今天清晨4点30分直落八项热带香料园的路段 相信是因为好雨造成泥土松软 沙石流失 在亚裔旦通往水坝的山路 也出现半边马路崩嵌的情况 另外今早从巴都丁尼通往直落八项的路段 也有一颗大树倒下横跨整条马路 导致路面完全被封锁无法通车 所幸的是当时并没有人伤亡 槟城公共工程部已经派人前往清理 希望能够尽早恢复通车 拉曼大学学院和中国清华大学 今天签署了四项教育合作领域的谅解备忘录 包括联合研究计划 拉曼大学学院符合条件的A水平毕业生 可以直升清华大学本科 拉曼大学学院今天与中国清华大学 在马华总会长拿督斯理料中来见证下 签署两校的四项谅解备忘录 通过这项合作协议 拉曼大学学院和清华大学 将合作进行联合研究 及学生交流 为双方带来共同利益 除此之外 拉曼大学学院每年将推荐 20位考卧 英国建筹A-level 考试有益成绩的大学 先修学生申请 入住清华大学本科 条件是学生需符合 清华大学相关课程的入学资格 拉曼大学学院将会邀请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和土木工程系的教职员 成为拉曼大学学院的客座教授 两所学府也将会联办讲座 学术会议和夏季活动 大家也知道 清华的校友我们国家主席 习近平 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 清华大学作为中国的 顶银大学之一 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 积极推动 清华大学和东南亚 尤其是马来西亚 相关大学的活动 浩新闻陈辉新报道 交通部长都司理廖忠来 今天表示 我国在新山两个关卡 征收外国车辆入境费前 曾经向新国政府打过招呼 新加坡对我国征收入境费 表示充分理解 也是马华总会长的廖忠来 今早建政拉曼大学学院 与中国清华大学签署 教育合作备忘录仪式后表示 我国不是突然决定 征收外国车辆入境费 我国在一年半前 已经通知新加坡政府 有关事宜 目前每天大约有 一万一千辆到一万两千辆 新加坡新加坡注册的 私家车入境我国 部长强调 马来西亚在征收入境费课题上 对新加坡没有启示 我国也将会在 汶莱、印尼及泰国边界关卡 向入境我国的外国私家车 征收入境费 另一方面 沙巴人民复兴党主席 拿杜斯里沙菲亦阿达 今早近十点 针对他最近在国会发表一个 马来西亚发展公司的言论 受传召到武吉安曼录口供 他在录取一个小时的口供后 向媒体表达 对于警方向他录口供的做法 深感遗憾 Well, biasa dia ini merupakan satu proses yang saya anggap sebagai intimidasi iaitu intimidation kepada ahli parlimen yang sepatutnya berhak untuk berucap termaktub di dalam perlembagaan artikel 63, kurungan 2 yang menyatakan kita boleh berucap di peringkat parlimen Saya kesal, seperti kekesalan saya ini proses yang sepatutnya di tiadaakan untuk ahli ahli parlimen sehingga di sual siasat oleh pihak yang berkuasa tentang perbahasan di peringkat parlimen 沙菲亦表示 一名助理警监向他入口供时 他坚持捍卫 本身在国会 针对伊马公司事件 发表的立场 红一人首领加码 昨天二度到当今大马闹场以后 他如今把焦点锁定 在同样获得美国富豪 所罗斯旗下的 开放社会基金会资助的 如果我们看到 beranggapan mereka ini ibarat seperti remove control yang di control untuk melakukan apa saja 加码将会发动 一场大型示威活动 向政府施压 解散律师公会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有个愉快的 星期一 我们明天再一起 泡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